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在后面再拆林场了 好了现在我们的林车已经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辆就是我们的林车 然后这边呢其实就是放管木的 用最豪华最棒的这个车 来载送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哦 家定理事就要开始了 前往富贵山庄土葬咯 最后一步就是洗花水啦 那我通常我会这样子喷我自己 有粉丝留言问我说其实这个整个冰衣配套的出冰仪式到底是怎样的呢 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 Let's go 今天这个顾客呢他用的是我们Amyjet的配套 那这个配套呢可以用来土葬或者是火葬 道教或者是佛教仪式也可以 那顾客选择呢是佛教仪式然后加上是土葬的 首先来到这边呢就要先scan哪里的温度 然后sanitize你的sauce 你看到这个后面呢就是整个牌匠的设计 然后林床就在里面 这个就是佛庞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食物就在这边送鸡 那我们这边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糖果的礼品 这个糖果的礼品呢就是说当有朋友啊过来给白金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给他这份行业 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白金箱 就是你的朋友啊亲戚来的时候给的这个钱啊白金是收在里面的 ok 现在我们要看看的就是这个林床设计 那后面呢就是整个林床的这个白色了 ok 然后棺木就是在后面 那大家来了就是准备上香先哦 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在后面在菜林床了 在做这个铺椅子 然后这个棒呢也在那边在就是在测试测试测试哦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的 因为各有各的东西要做 那我们有准备一些鱼嵩啊 然后还有这个毛巾给大家 就是流汗都可以炒 因为走火里所以我们就有准备一些鲜花 等下就给他们拿 现在这边就是在摆着这个供屏 现在我们的林车已经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辆就是我们的林车 所以我带大家去看看一下这辆车 它叫做The Garden Shop 所以呢 来看看 哇哦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驾驶席 看里面 哇哦看到吗 多么的豪华 然后这边呢它是可以坐 可以坐五个人的 它的前面它就像我们普通车一样 可以坐五个人的这一边 所以呢通常呢 驾驶呢就会坐在这一边 然后呢再来 你看到吗它就是很长嘛 它其实是改装了的车 所以它是特别的长的 好带你们去看一下它是怎样的哈 看一下 看拍起来里面 OK里面这边呢是非常的豪华的 OK它有LED的灯 然后铺上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木板 然后这一边呢其实就是放棺木的 然后棺木就在这一边 然后旁边有位置的话 我们就会放一些花 陪我们的亲人走完最后一程 都是用最豪华最棒的这个车 来再送它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我 已经差不多啦东西也已经摆好了 开了整个的厂 所以一次差不多是要开始了咯 那我们就是在后面呆笑 家定仪式就要开始了 家 为了这个家 装家 仪式已经完毕了 所以呢我们要前往富贵山庄古葬咯 好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在富贵山庄啦 现在等着铃车过来 然后下张仪式就要开始咯 现在师傅在后面已经在送祝了 然后差不多要结束 那整个仪式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他们就在下面就是下这个土 最后一步就是洗花水啦 OK 要洗洗脸 来Alexis的时候 洗洗花水 洗洗脸 那我也是要洗洗花水哦 好了 那我通常我会这样子喷我自己 好了 今天都不好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